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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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呢 家庭伦理最为关键的当然就是儿子对父母的尽孝 任何家庭关系都是以孝道为基本出发点 这样就保证了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关系 那么按照中国的古代的圣弦所教调的呢 就所说的呢 就是父母爱的东西呢 你应该喜而不忘 父母不爱的东西 恨的东西呢 你应该劳而不冤 子女对父母呢 要朝事暮想 至于父母不喜欢的东西呢 你这是不可取了 比如懒惰啊 那个赌博啊 应酒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只对自己的妻子好啊 忘掉父母啊 这都不行的 这都属于不孝的行为 这是从儿子的角度去看父母 那么你从那个父母的角度看呢 如何来促成家中的和谐呢 也必须对子女进行宽厚的仁爱 怎么父母怎么对小孩好呢 就是要对小儿子子女呢 要宽容 要爱抚 在中国的伦理里面呢 那个古代的圣人就这么说啊 像孟子就这么说 君子所以以仁存心啊 以礼存心 仁者爱仁 有离者呢 敬仁 有礼的人呢 要恭敬别人啊 爱仁者 能恒爱之 敬仁者 能恒敬之 就是你对别人很恭敬 那别人也必然对你很好 这叫礼多不失 如果父母也对子女也能形成仁爱 在行动上符合礼仪规范 那么家庭的和谐 就能够得到保证 家里的那种忠孝仁爱关系呢 就能够由于一种伦理的机制的平衡 而得到保证 如果一个家长无德 需要子女体谅 或者子女行为适当 那么父母也要进行帮助 只有在这种宽容的 互相出镜的关系下 那么一个家庭能够好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是中国 我们说西欧 欧洲也是这样啊 欧洲的贵族家庭 他要求的也是一个亲和 但是跟师父更加注重了家长的权威 实际上中国的家长 在传统社会里权威也是很大的 但是欧洲呢 因为他是一个以男性的贵族为主的那种家庭 好像家庭的家长权威更大一些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对忠诚 这个词 加以特别的强调 我们强调是孝道 他强调是忠诚 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孝道是什么 是自愿的 是一种伦理学的东西 但是那个忠诚呢 他是和领主附庸制度在一起的 他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第二个情况 就是提罚 对不服从 那就要罚 所以呢 那个子女要为父亲 妻子要为丈夫 家庭要为家族 做出各种牺牲 所以按照我们的说法 是否他们的家内关系 更加的 那个不和谐 你比如说 托马斯·培根 在1550年 他还坚持认为 对孩子 不是托马斯·培根吧 培根在1550年 他还坚持认为 在儿女小的时候 要进行提罚 要弄弯他的脖子 在小孩童年的时候 打他呢 对他这种教育 否则他就会变得固执 不服从人 最后要使你双心 有个国王叫亨利十四 他对管教他自己儿子的大臣说 我要骂你 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话啊 没有好好的打我的儿子 我希望你在我的儿子 就是我的小孩 每一次犯错的时候 你就对他进行提罚 因为在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 那个 就是体罚更加有效 他说我这一点 我是有经验的 我小时候就被人 那个 就是挨打的 所以我也认为 那个 这个最好的教育方法 所以从这些例子上来看呢 欧洲和中国 的家庭伦理呢 都是要强调 子女对父母的尽孝 但是呢 欧洲做得更过分了一点 不可否论啊 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欧洲啊 家庭都是父亲统治的地方 欧洲贵族的家庭伦理 也像中国贵族的家庭伦理一样 尽管也是提倡 中啊 孝啊 礼啊 礼啊 等原则 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 在贵族家里 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和谐的 有的贵族呢 竟然要把自己的妻子 锁在家里 用七八锁去锁她 很愚昧的 因为他们认为 女性是个比较软弱的性别 比较容易犯罪 那么贵族家庭里 对妇女的这种隔离政策 那么做得非常过分啊 所以呢 我们不认为 他们的贵族家庭中的 人际关系是和谐的 从这些例子来看 和中国的家庭做比较的话 欧洲的贵族家庭伦理呢 并没有像中国那样 理论化 体系化 但基本道理还是相通的 中国较多的用的是 说服的原则 西方更多的用的是 惩罚的原则 目的都是要建立起 一种家长的权威 和一种基本性的 家庭关系 以男性为主的 后来呢 由于中国比较早的走上了 中央集权的制度 家庭伦理呢 维持在家庭内部 成为维持封建道统的一个基础 在欧洲呢 由于中央集权的 那个中央政府呢 没有到充分发展 家庭伦理的原则 就被直接的用于勾建 封建政治制度 即封建伦理制度 封建附庸制 封建的领主附庸制 领主附庸制是什么 说成了是一个 主人和附庸的关系 家内关系 这反映出家庭的伦理应用的范围呢 是从各个不同地区的 不同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背景 直接联系的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第七点 关于归族家庭的第七点 这一点呢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谈家庭的功能 中世纪那个家庭的功能呢 也许要比我们现在的家庭的功能 更来的广泛 人口再生产是家庭的主要功能 这一功能重要性呢 谁也无法轻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 也把养育后代放在首位 甚至说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这一原则 在家庭的再生产功能中的重视呢 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似乎这一点呢 农民和贵族都认为 那个人口的再生产 是家庭最重要的原则 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呢 中国的传统社会呢 它是不提倡 节制生育的 有这种说法啊 就是人多为贵的传统心理 在农业社会里啊 那个男性的劳动力的多寡 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在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呢 长期以来都有重男轻女的观点 有的时候呢 甚至那个杀戮女婴啊 有这样一种陋习 在中国 无论是贵族 富人和平民 都盛行一副多妻子啊 都盛行过一副多妻子 但是西方呢 表面上实行的是一副一气子 但是贵人呢 贵族呢 往往有情人 非婚生子的比例 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不过呢 在那个家庭人口的再生产的问题上 西欧的家庭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因为欧洲的生产力 经济状况和卫生条件 都圆圆的比中国落后 饥荒战争温域 这些呢 常常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的缓慢 我们看 在欧洲来看呢 所有的那个杜良恒 似乎都比中国来大 中国一里路 那是五百米 那西方的一英里 一公里 我们是金 他是公金 我们是某 他是阴某 总之为什么他杜良恒这么大呢 主要就是他们搞的是粗放式的农业 不是金根细作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长期以来 他们农业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一颗种子种下去 只能是三颗种子 那也等于不种了 所以一某地根本养不过他们 所以他们的阴谋要很大 这样一种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呢 使他人口增长比较缓慢 因为人口的增长啊 他受到生产状况和医疗条件限制的 所以他们那个生产不发达 经常战争有瘟疫 导致人口增长缓慢 第二个情况 就是欧洲人结婚啊 必须要有财产 这使得欧洲的男子呢 晚婚 他们往往要到三四十岁才结婚 而且不结婚的人也大有人在 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欧洲的妇产科医学十分落后 导致妇女常常怕结婚 因为一结婚就要生 就要生育 一生育就会死亡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再生产 但是家庭 它还有第二个功能 就叫生产功能 那么在一个贵族的庄园里啊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做法 比方说有那个纺织的 有那个烹调的 有养肠的 有有采药的等等 所以它一个家庭呢 也是一个生产单位 当然这个生产者就不是贵族本人了 而他们所下的普人 而是他们的龙奴等等 那么那个家庭的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教育和抚养子女的功能 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呢 要学习生活的技巧 要教育他们 还要抚养他们 还要抚养很多亲戚 那么家庭呢 也是个财产的继承单位 法律者强调那个长子继承权 强调那个父亲的权威 那么在那个整个那个欧洲的贵族的家庭里面呢 家庭还是一个宗教崇拜的地方 宗教里往往有 那个家庭往往有一块地方是神圣的 那像布置成像庙宇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 我们就感到在中世纪的一个贵族自家里啊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休闲的地方 或者是那个家里过日子的地方 它还是一个崇拜 宗教崇拜的地方 就要还是学校 还是生产单位 还是人口再生产单位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似乎现代的人 他们的家庭生活简单的多了 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谈的一个问题呢 就来谈一下 中世纪的那个贵族的那个家庭里面呢 为什么到后来啊 到后来 他会走向衰落 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来看一看 欧洲的贵族是怎么衰落的 如果我们说 十五十六世纪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呢 是 欧洲贵族最后的光荣的话 那么到了以后 贵族还是不可挽回的 败落了 导致欧洲贵族制度衰落 原因很多啊 首先 落后的丰丰制度 地方格局 在民主国家兴起以后 就显得过失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皇权强大 就建成了一个国家和臣民的 这样一个制度 国王呢 就利用什么 利用新发明的枪炮 枪炮一旦发明啊 贵族的武功就被废了 因为你再强的 再强的那个武功啊 你碰到枪炮面前 你必然就要失败 那么国王呢 因为他得到 市民阶级的支持 他有钱 所以他能组织起 用那个枪炮的军队 不断的攻克了贵族的城堡 把贵族的领地 不断的并入到国王的领地 国王就成了国家的象征了 这个时候 国王就不是贵族了 我们曾经在前面讲过 国王在哪种条件下 国王可以算贵族呢 就是他在领主附庸之下 他是贵族 但是现在国王是国家的代表 他是国家的象征 那个时候他不再是贵族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们的制度过时 落后的分红制度过时 第二呢 国王得到市民阶级的帮助 利用枪炮 逐渐的消灭了地方格局势力 第三个情况 就是贵族本身也在分化 大贵族和小贵族之间的鸿沟在扩大 第四个原因 就是随着双品经济的发展 和海外贸易的开展 就出现了列强争霸的局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地方性的贵族势力呢 在国际竞争中 在双品竞争中呢 都处于相对的处在弱势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贵族不得不衰落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那个皇权 在欧洲是怎么强大的 你比如说 那个以法国为例 法国的那个皇权强大呢 经过的几个国王 一个是路易十一 一个是法兰西斯一四 法国的皇权强大呢 首先就要讲到那个和英国的战争 百年战争 1350年到1450年 大部分的法国领土 处在英国的战争之下 在这个一个世纪中啊 除了知者查理 知者查理的国王呢 是在1360年到1380年在位 在这个时候有过强大 短战的强大之外呢 法国的皇权呢 大多是软弱无力的 那么英国人入侵啦 法国贵族叛乱啦 这就使得法国的政府和政治秩序 一片紊乱 1415年 英国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国王 叫做查理五四 这个亨利五四 那个亨利五四战胜了法国 那么在五年以后 也就在1420年呢 签订了个条约 那么那个查理六四呢 不得不承认 亨利五四对法国皇位有继承权 那么亨利五四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想把法国和英国合并 以便结束两国的长期斗争 法国方面呢 这力图呢 拥离自己的继承了 所以当那个查理六四签合同的 查理六四死了以后呢 他的儿子立刻被拥离为国王 那么在1422年10月21日 法国国王查理六四死了 就引起了法国的皇位之争 在巴黎 有一个12个月的婴儿 被拥立为国王 而同时波波的查理七四也宣布继位 那个婴儿亨利呢 是已故的那个国王查理六四的女儿 和他的英国丈夫亨利五四的唯一儿子 那么得到英国势力的支持 而查理七四呢 则是查理六四遗留下的唯一儿子 照理说呢 因为查理七四应该继位 但英国呢却凭借武力 问鼎法国皇位 这样一来呢 打这个百年战争啊 英法之争啊 这个呢就引起了各国的民主的爱国精神